今晚这一条影片会讲接着 上一条影片就讲了Prenumerate Test和Test for Moricule 这一部分就会讲Test for不同的钢子 Cat Iron和N Iron 其实有些你们都学过的 首先就是Test for Cat Iron 例如我们中四在Planet Earth那里学过 用Flame Test 我们学了四个 我们只记得这四个颜色就可以了 当然其他的Cat Iron 也会提供一些特别的画面色 但是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只学这四个颜色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四个颜色 Protestium是Lalic Sodium是Golden Yellow Calcium是Brite Red Copper2是Blueish Green 记得这是画面色 与他们的颜色是不同的 如果Flame Test的Procedure 其实在中四也学过了 现在就不重复了 Procedure不重复了 你看到其实有时候 他也会出一些很简单的题目 就是这样就两分了 叫你Suggest a tes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odium Iron and Potassium Iron 你看到这里的字眼 是Suggest a test 即不是Suggest a chemical test 为什么呢 因为Flame Test 其实它不算是一个 chemical test 你看到其实他也会留意到 留心到这些位置 好了 就用Flame Test Suggest a test 所以一分就是Flame Test 然后就要Distinguish 所以一分就是给他们的结果出来 一个就是Golden Yellow Flame 一个就是Lalic Flame 好 又或者是这一条 他告诉你 他给了FlameTest 他给了FlameTest 那他的Cat Iron有什么呢 就是Calsium Iron 所以他有时候会出一些 很简单的题目 好 除了用FlameTest之外 所以我们在第14课的时候 我们学过加酸酸酸酸 或者加酸酸酸 其实你也给了一个想法 它是什么的Cat Iron 那就是 例如Copper 2 如果这个解析里面有Copper 2 我加酸酸酸酸 它就会发生了Copper 2 Hydrocy which is pale blue precipitate 那你就猜到 就知道里面有Copper 2 Iron 但当然啦 其实你看到它蓝色 你也大约会知道 你本身Copper 2的解析里面有Copper 2 你应该会猜到 其实它应该是Copper 2 是的 那我们 这一堆在第14课的时候 我学过 但是 我们还要记得 其实它有三种 即是Almium Sing 和Led 当它们放入Precibitate之后 我再加重量的酸酸酸酸酸 其实它们会再消化 那我们就找回这一个表 那这个表就给你们看 但其实它有些什么的 就是会发生到什么颜色的可以 以及没有一些 由于是越东西的酸酸酸 저 就记住这 Cars 会去取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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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其 onda 那有些人 sure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例如 把阿姆尼氧以及醬等鱈油酵的ions 阿姆尼氧在 bot汙就沒有回應 不過假設覺得暖烈力 而它造出由阿姆尼亞 中式當中式也有學過其中一個軟調 會出了成份甩藏 當她分成甩藏 我擺了一張 plane的 informan любits paper 就會轉變成白色 這哥哥最特別的 因為剛才上一段里也有說過 甩藏是唯一一款 氧氧水的豬 原來除了注射酸 hydrogen registration 其實我用甩藏也很適的 甩藏就是同一款 跟照率都一樣 亦會形成不同的水素 但這次是C2-Hydroxide和Sing2-Hydroxide 會再滲溫的amonea 要記住amonea溶在水中 因為它也會形成Hydroxide 而且記住它是Weed 就是這個表,又是另一個表去溫 我們要記住Sing和C2-Hydroxide 會再滲溫的 所以,例如這些學習的學習 我會分析一下 例如,A,是酸酸酵素和酸酵素 有酸酵素和酸酵素 B,是酸酵素和酸酵素 它會用什麼方法呢? 可以用酸酵素酵素 酸酵素會給一個Write specificity 但酸酵素會不會有適合的改變 C,是酸酵素和酸酵素 因為它們都會有Write specificity 可以怎麼辦呢? 你記住,如果我加酸酵素 酸酵素會再滲溫 所以我們就可以分析到它 要留意這件事就是 我要加酸酵素 加酸酵素 加酸酵素 B,我不用加酸酵素 我直接倒酸酵素 全部加酸酵素 因為不會再滲溫 如果我直接倒很多酵素 如果它已經滲溫 它已經滲溫 就不會滲溫 但其實都可以 一個會有Write specificity 一個就沒有 但最好就是這樣寫 它是Until in excess 兩個都會變成Write specificity 但當我加酸酵素 加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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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意這件事 所以,Cat Iron 大概就是這樣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加酸酵素 要不就是加酸酵素 要不就是我去看酸酵素 加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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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例如一條 它就配合了剛才的 Prenumerary test 即是你看到 Solibidity和Color 接著我加酸酵素 加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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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分別在哪裏 你看到 這個它就全部都 它就說明是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 Cat Iron 是甚麼就行了 你見到它在酸酵酵素 加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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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些都會再滲溫 那你便想到應該是升的 所以就在這裏,只有這三個會再溶化 但2-chloride本身是不溶化,所以不會是它 這裏只有它是白色的,然後會再溶化 所以你就知道一定是升的 然後就是這條,它本身有燒烤 chloride,有amonium chloride,還有 calcium chloride 當我加水的時候,會變成Solid A和Solid B 加水,即是有些會溶化,就會變成Solid B 有些不溶化,就是Solid A 所以Solid A,哪個不溶化呢? 你學過了,就是Solid Chloride 那怎樣去分解Solid A呢? 就是用Filtration 那最後,為什麼它可以分解,因為它是Solid 但到這裏,Solid B的話 即是它還有amonium chloride和 calcium chloride在裏面 那當我再加Solid A和Solid B的話 是的,我這裏加了水 我有amonium chloride和 calcium chloride 那就記住,它其實是滲透了 所以它其實是滲透了 那裏面其實就有amonium iron, chloride iron,還有 calcium iron 那我們就不能說它有 calcium chloride和amonium chloride 那當我這個的時候,我再加NaOH 這裏再加NaOH的時候,我就會變成Persibite C和Solid D 那你見到,Kalcium 呢 其實是會跟... 就是Kalcium iron和Hydrocyon 就會形成一個Persibite出來的 就是Kalcium Hydrocyon 那Ionic equation就很簡單的 Kalcium iron加Hydrocyon 就會變成Kalcium Hydrocyon 那而我在... 我怎知道這個一定是Kalcium iron 那就可以做Frame Test 那就可以做Brite Red Frame的 那最後,Solid D是什麼呢? 所以算D裡面呢 剩下的那個呢,就應該是有... amonium iron, chloride, amonium, chloride 然後我剛才加了Solidium Hydrocyon 那所以還有Solidium iron和Hydrocyon 那但是,它問,哪個三個Kalcium有存在嗎? 那這三個,你就知道它是amonium iron 那我就不用測試Solidium iron 因為我本身原本是三個 那amonium iron,我可以怎樣測試它呢? 就是測試Solid D 那直接測試它就可以了 因為裡面已經有Solidium hydrocyon 我不用再加Solidium hydrocyon 那它就會變成amonium 那amonium就會變成Molist Red Limits Paper Blue 這條就看字簡單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在裡面可以溫溫的 那當然,考試其實也不會出類似這些題目的 都是給你溫習的 好,那大家又可以嘗試做一些class practice 大家又是一樣的, pause去嘗試做 好,那其實也是很相似的題目了,自己對答案了 好,那接著呢,剛才說完Kat iron Kat iron就比較簡單 就是flame test和用amonium 或者用Solidium hydrocyon 那就到N-iron了 N-iron的話呢,我們看結果的 第一個就是希臘 希臘,其實是chloride 我們上年中世都學過 用acidified silver nitrate 它就會形成白色的 其實除了chloride之外 也會形成白色的 也會形成白色的 顏色會越來越深 那... 那... 一個呢 就會是... 欸? 沒有彈出來的 這個呢 就是白色的 然後是白色的 還有白色的 那為什麼要醃製了它呢? 那就是呢,當它醃製了 可以滲出其他 不是... 不是銀河希臘的 東西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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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用... Daline nitrate acid 去acidify它 因為如果我用... Sulfate acid 或者用... Hydrochloride acid 其實它都會形成白色的 對 因為... Sulfate chloride 和Sulfate 是不滲透的 那...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Nitrate acid 那... 因為加了Nitrate acid的話呢 其他的... 可以滲透的 對 而... 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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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到... DSC都有問啦 我如何去表現... 的... 辨尼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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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资金辣柠位 它会形成£白的浣过那 第三个是卡伯尼 卡伯尼我们通常是加颜色的 很多卡伯尼 我当我被热灵时 后果会叠双力 例如 маг dazz organic charity charity 当我应用热灵放会ĕ双力 会形成卡伯尼 Metría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真的做生物测试,通常我们就会用Hydrocolyx 因为它加醋,所有的硫黄都会形成硫黄酶 而硫黄酶我们就可以再测试,硫黄酶会形成硫黄酶 接着是Hydrocolyx Hydrocolyx就是OCl- 刚才在上一条影片说摩阿桥的时候 硫黄酶会形成硫黄酶会形成硫黄酶 OCl-其实是有硫黄酶能力 所以当我把这个黄酶的硫黄酶放进去 它就会变成硫黄酶 它不会变成硫黄酶,因为它不是硫黄酶 除非它使我的硫黄酶是Hydrocolyx 如果不是的话,例如酸酶的硫黄酶 因为有OCl- 它就会变成硫黄酶的硫黄酶 又或者我加了Hydrocolyx 它会变成硫黄酶 然后就会变成硫黄酶和水 反过来,其实硫黄酶 有硫黄酶和水 硫黄酶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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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变成硫黄酶黄酶和白 它会变成硫黄酶 所以,例如这条 如何回答呢? 就是刚才那个 我加少少少Hydrocolyx 因为它用化学测试 如果我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Limix paper 又是 虽然它有化学化 但比较好 就是我们有T reaction 就是加一些Hydrocolyx 它就会变成硫黄酶 而硫黄酶和水 它就会变成硫黄酶 接着就到了Sulfite Sulfite 它就是Sulfite Desulfite 就会变成Sulfite 所以它跟Sulfite 的测试方法 就是一样 都是用一些 Oxidizing agent 就可以测试到它 例如Bloamine 就从Ratish Brown Dichromate Orang to Green Permagin Purple 但记住 这两个一定要是 硫黄酶的 一样你没有Axidify 是没有分的 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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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一些Oxidizing agent 我加Axid 也可以 因为加Axid 其实它就会变成Sulfite 和Water 那又是一样 你就去Test forSulfite 那其实Test forSulfite 都是用这些方法的 好 那这一条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它建议 a chemical test to distinguish Potessium Sulfite 和Potessium Sulfite 那我就建议 你们都去用一些Oxidizing agent 去Test 它 那 Sulfite 就会有一些Oxidization 因为它是reducing agent 然后Sulfite 就会没有的 那又是啦 这些题目两分呢 一分是for 一个correct的reaction 一分是for 一个correct的Oxidization 那 所以例如这些 你没有Axidify 它就会没有分的 那要注意啦 那 那如果我 还有这些Bloemine呢 Bloemine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Liquid呢 那就是因为 它 如果你直接用Liquid 其实它很脆弱 那所以我们也避免这样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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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输液的例子 那当我 例如这条 它说明它是Kalcium Company 那我Kalcium Company 那我 那 有 有 可以是Kalcium Carbonate 也就是Kalcium Sulfite Kalcium Hypochloride 也就是Kalcium Chloride 那我 那我就打热它 和加大量Hydrochloride 去看看它会有什么反应 那首先第一 你见到它打热它的时候 是no observable change 那所以 你知道它应该不会是Kalcium Carbonate 那 但其实Kalcium Carbonate 老实说 就是我打热它的时候 它都是form Kalcium Ocide 其实都是一些white powder 你都看不到什么的 那 但是 总之它打热它的时候 它会下跌 那所以 所以我们就 应该不会是Kalcium 那 接着 Test 2的话 我加了Hydrochloride 是no observable change 那所以可以再确认多一次 不会是Kalcium 因为Kalcium 会形成成Kalcium 那 然后Sulfite 会形成Sulfite 然后Ocl- 其实会形成Chorine 三个都会形成Gas 那我们 它现在既然没有反应 那应该都不是这三个了 那所以最后 我就知道 应该是Kalcium Chloride 应该是Kalcium Chloride 应该是Kalcium Chloride 那怎么可以再确认它呢 你可以加Sulfite Sulfite 去看它会形成白色 好 那所以这里就显示了 如何去测试不同 我们在这一部分 学了不同的N-iron 好 那就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一些class practice 又是pause 可以试一下自己做 好 那大家自己看答案 好 最后有一条的例子 就是 要看Kalcium Chloride 你看到这个Sulfite 描述了不同的Tens 它的Appearance 是白色 那Tens1说我什么给你 它是Kalcium Chloride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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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Kalcium Chloride 其实它不能说 什么给你 其实它告诉你 它不是Kalcium Chloride 不是Kalcium Chloride 不是Kalcium Chloride 可能 你这样答应都可以 好 那接着我加Kalcium Chloride 它会消耗 然后会形成一个Kalcium Chloride 当它形成Kalcium Chloride 当它形成Kalcium Chloride 你猜到 它应该是Kalcium Chloride 就是Kalcium Chloride 因为这两个 这个就会形成Kalcium Chloride 这个就会形成Kalcium Chloride 这个就会形成Kalcium Chloride 那两个都是Kalcium Chloride 那两个都是Kalcium Chloride 对了 那是Kalcium Chloride 所以很明显就是Kalcium Chloride 所以很明显就是Kalcium Chloride 那接着最后 最后 你见到当我Dissolve它的时候 我第一部分 我加Kalcium Chloride 再加Kalcium Chloride 应该是Noral Suburbable Chloride 因为里面是Protesium Iron 所以不会发生可能性 但如果我加Kalcium Chloride Protesium Dichromate 它会转到橙到橙 所以你就想到它应该是有修肥 因为如果是HPK 应该是会变白色的 我不想说 总之有reaction 即它的reaction 如果转到橙到橙 就应该有reducing agent 应该是HPK 对 对 对 所以 最后我确定它是Protesium Chloride 类似这部分 我们是会在 我们的SPA 会做的 即我们可能给了一个 黑粉 给你 你去做不同的测试 然后再去identify 它是什么 就类似是做这些 大家也可以试试自己做这些 SPA SPA 就是我给了你要做什么 你要填完你做完之后的observation 然后再去identify 它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位置 试试自己做这些 好 那就自己对一下答案 就来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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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